停个车最讨厌遇到这些状况 找不到车位 找不到停车的地方 这样绕来绕去真的好浪费时间 但现在透过手机 他就可以帮你找到 哪里还有空的停车格 可是经过实测 我们巡线来到了2068的停车格 而这里已经停了一台车了 怎么会这样子呢 台铁板桥火车站号称 亚洲首创的室内导航系统 帮民众找停车位 透过倒车入库 经过头顶上赶一门 联动到中控系统 问题是从民众停车 到系统整合会有10分钟的空窗期 造成找到停车格 已经被其他车站走的尴尬情况 奇怪我的车到底停在哪呢 很多人在取车时候 也遇到这样一个状况 但是现在只要透过智慧型手机 输入你的车牌号码 就可以正确的找到你的停车位置 串联大数据 头顶BKON来帮忙 透过蓝牙连线 手机输入车号 快速搜寻到车位 帮你找到爱车 遇到突发状况 手指滑一滑 也有人紧急出现 离场前只要输入车号 手机的行动支付缴费 也可以直接出场 而科技停车场还不止一家 没有闸门 没有停车场管理人员 来到无人停车场 民众到车压过地下蓝色升降板 连线缴费机开始计算停车时间 取车时再透过自己DIY 机台操作停车格的编号 就能够自动缴费离场 结合软一体系统跟物联网 打造智慧停车场 叶哲乐的节省人力成本 现在在结合停车辅助系统 帮忙找车位 刺激民众上门光顾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